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炸毛的兔子 暴跳如雷 几乎要跳起来咬人 他说 说 说什么 若是梦瑶在这里 魏英飞把他打的爹妈都不认识不可 有这种香儿 为什么不直接送给自己 就是要用 也是自己点上 给蓝湛用好不好 貌似 这也没什么区别 不对 有区别 香儿是谁点的 主动权就在谁手里 他说 说 说 可以让你 你的感觉更好 梦瑶当时说得挺溜的一段话 让蓝湛说得磕磕巴巴 仿佛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般 魏英看着理屈词穷的蓝湛 憋笑憋到肚皮抽搐 胸腔震颤 偏偏小脸上还要摆出一副咬牙切齿 气氛难平的模样 魏英 怎么跟这个小家伙解释 自己真没有别的意思 真的就是希望他的感觉可以更好 云梦 往现居的后院里 一棵高大的桂花树下 梦瑶和苏舍拔酒赏月 好不自在 他们说什么也想不到 远在千里之外的云深部之处 有个人在心里把他们祖宗十八代挨个问候了一遍 大哥 我做梦没想到 我此生还能再次回到云深部之处 而且是以魏公子至交好友的身份 成了姑苏兰式的座上宾 修舍拿起酒坛 把梦瑶和自己的酒杯斟满 魏公子在云深部之处 过得如此幸福 我们往现居的那间上房 恐怕是要长期闲置了 不过 我是打心里替他们感到高兴 大哥 您对魏公子是真的好 我也说不上来 我对魏公子到底是什么感觉 当初 他在那个恶霸手下把我救出来 本想为奴为仆报答救命之恩 是他教会我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要有尊严 有质量地活着 梦瑶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眼前又浮现出那个骂人都不带赃字的少年 为自己仗义直言的模样 你不知道 我总感觉我千位公子的 并不单单是救命之恩 似乎还欠他好多好多 也许 是我前世里欠了他太多 这一世 我如此努力赚钱 就是为了给他打下一片江山 让他尽有尽的能力 退有退的底气 大哥 我看你是多虑了 你看云梦江是夫妇宝贝魏公子的模样 感觉比亲儿子还亲 至于姑苏兰氏的人 就更别提了在那个家规三千多条的云深不知处 还能活得风生水起 潇洒自已 就知道他有多受宠 为公子赤子心性 心灵纯净 努力上进 向阳而生 他值得 这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 无论是爱情 亲情 还是友情 浩月当空 秋意正浓 凉爽的晚风 把墙根的虫鸣 以及二人的叙叙低语声 吹向远方 云梦这边岁月静好 云深不知处也是一片祥和安逆 当然 竟是除外 南战有些哭笑不得的躺在床上 看着那个被他宠到无法无天的小家伙作妖 只见 魏英取过香炉 把里面的还未燃尽的香儿 连铜香灰一起倒倒掉 又重新取过一个全新的香儿 轻轻点燃 放在香炉里 在一本正经的把盖子盖好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魏英把一切收拾妥当 手脚麻利的爬到床上 心思全部集中在那颗香儿之上 一等 什么感觉也没有 再等 依旧没有细闻那种浑身冒活的感觉 也没有急不可耐的渴望 这香儿是骗人的 还是细闻全是虚构 是人们幻想出来 无切实际的东西 上次在望县居用过一次 可惜那时自己醉酒 记忆有点断片 怎么了 蓝湛不明白 这小家伙为什么总是如此出人意料 他想自己点燃香儿 或取主动权 这可可以理解 窝在被窝里一脸郁闷 是怎么回事 蓝湛 这个香儿 是不是过期了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什么 细闻里写的 中了那个香之后 就会急不可耐的想要索取 你说的那个东西是别有用心之人 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采取的卑劣手段 那等邪恶 我怎会允许他在近视出现 这个小脑的瓜里 乱七八糟都装了些什么 那 那你不是说等着我要 蓝湛 你笑什么 在被窝里辗转反侧 拱来拱去的某人 一脸好奇地等着香儿发挥作用 没等来月想中的结果 反而把自己的头发弄到乱糟糟 脑门上还竖起了一撮呆毛 一咕噜从被窝里爬起 眨发着他那双不灵不灵的大眼睛 一脸不解地看着 那个笑得停不下来的人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抬手 揉了揉未阴毛茸茸的小脑袋 嘴角的笑意不自觉地又加深了几分 这个天资傲人的小家伙 平时精灵古怪 学什么都快 也不见他如何努力用功 就可以轻轻松松甩别人十八条街 当年 他自创轨道术法 炼之因虎福 时隔十六年之后 尽管有曾出不穷的人在模仿 却始终无人能望其向北 因了那句话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这么聪明伶俐一人 为什么到了这件事情上 就变得如此呆萌 还是那种毫不做作 纹然天成的自然萌 偏偏是这个可爱到犯规的家伙 搅乱了自己心中的一网湖水 偏偏是这只撩人不自知的金珠 霸占了自己命中的缘分天定 一眼惊艳的初见 就注定了生死不负的沦陷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 这家伙看过的话本不计其数 对人家的画工 评论起来头头是道 可实质性的东西 他是一点也没学到 香尔如风 可他不会把柴吹燃 只有把柴点燃之后 才能封解火势 火助风威 什么意思 就是 南战再也不想 跟这个单纯的小家伙废话 一把将人放倒 随即栖身而上 这个家伙 当初在玄武洞 就是块鱼木疙瘩 自己的醋意都那么明显 他还一脸八卦地问 自己是不是喜欢绵绵 没想到 时过境迁 亲身实践了这么多次之后 这块鱼木疙瘩居然还是不开窍 南战 你等等 那个 那个香尔 不是 嗯 嗯 薄唇紧跟而上 再次封住那叠叠不休的小嘴 舌尖用力撬开两排 还在状态之外的背齿 将那柔嫩小巧的舌尖含在口中 如此凉消如此夜 岂能浪费在与这只金猪磨嘴皮子上 衣衫进退之后 魏英才后知后觉地明白 南战口中的风界火势 火助风威是什么意思 感官神经变得异常敏感 以前大多数时候是任由南战轻战 掠夺他独有的味道 可今天 一切都与以往有所不同 南战的皮肤亮白有光泽 胸肌饱满 却不夸张 随着身体的滤动 身上的汗水滴落 冰烫着魏英胸部 腹部的肌肤 酥麻刺痒的感觉 在肌肤上游走 然后汇聚到身体的某一处 疯狂叫嚣 之前柔软的红点点 要经过某人良久的柔捏触碰 才会变成硬硬的小豆 可今天 在香尔的扎持下 一会儿的功夫就在迅速进入状态 每一寸肌肤都敏感到极致 如今似渴 迫不及待想与眼前人贴合 渴望被他紧紧估在怀里 疯狂索取属于心心念念之人的坚挺灼热 甚至诱惑他更凶狠 更疯狂一些 不及待想与眼前人贴合